好来看到4号深夜11点多 狱里的长梁国小后方有三合院发生火警 犹豫通往长梁的主要干道还在修复当中 消防人员只好走替代道路 到场后迅速将火势控制 屋内一度有两人受困 还好紧急的逃出没有大碍 起火原因仍在调查理清当中 以证明宅深夜大火熊熊燃烧 火势一方不可收拾 当时屋内有两人大火来时已经逃出 这场大火烟烧近4个小时才完全扑灭 今早重回现场起火的是一处农粮行 住家大约250平 现场摆放农机具都已经被烧毁 现场火势相当惊人 尤其连续假期游客不少 深夜消防车穿梭 大火照亮整个夜空 都让民众心惊胆战 南区玉里 东里 卓西 观音 富里 三明等6个分队 全员出动全力灌救 此生玉里镇长梁路168号发生火警 省委中心随即派遣6个分队 18车警易销共53人前往抢救 该住宅包含住家农粮行农舍 现场到达时已全面燃烧 燃烧面积约250平 消防人随即布现抢救 于5日凌晨3点30分 完全扑灭 无人员伤亡 燃烧原因带火调歌 现场市住家农粮行农舍到达时 已经全面燃烧 直到凌晨3点半才完全扑灭 消防局重回现场屋内的摆设农耕机具都已经烧毁 财损要估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理清当中